那請大家看這一張照片 這個是日本自衛隊所拍的 這是俄國跟中國的戰艦 在日本 環繞著日本 環日 一艘 兩艘 三艘 四艘 五艘 六艘 七艘 八艘 九艘 據說總共十艘 其實這種畫面很嚇人 那說這個十四號跟十七號 在日本進行聯合軍演 日本環衛省說這是極其罕見的行動 說在加強警戒的同時 會分析他們到底有什麼意圖 我想請教張老師他們是什麼意圖 這個意圖就是現在俄羅斯 想要趁機賺中國的錢 因為中國現在跟美國關係不好 又缺電又缺能源 所以這個時候剛好是俄羅斯提高 對中國交涉跟經貿籌碼 因為現在中國需要俄羅斯 對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那怎麼樣俄羅斯表示說我可以挺你 讓你來高價來買我的煤 買我的天然氣 買我的石油 就是用這個軍事的方式 其實這個軍艦通過金青海峽 看起來好像是非常的威武雄壯 實際上金青海峽的寬度很窄 如果說從岸上不要說是飛彈 稍微大一點的砲都可以打得到 所以如果真的開戰的時候是絕對不可能笨到說 不會走 你從這麼近的距離 曝露在日本的這個海岸的這種火力的威脅之下 金青海峽大概最窄的地方有多窄 金青海峽其實他距離兩個最窄 十八公里 十八公里而已 十八公里 那個根本是大一點的火炮 所以他開這麼近的距離 其實純粹是示威 沒有軍事價值 沒有任何軍事價值 你開這麼近過去 那示威跟日本示什麼威 他其實就是幫中國向日本示威 其實也不是向日本示威 是向美國示威 表示說中國現在 後面朋友來了 很硬 所以敢連這個金青海峽都通過 其實這個 既然要示威 所以為什麼不開近東京灣 都開東京灣 第一個是已經是這個日本的領海 金青海峽 其實也是國際水道 他是對 他是國際水道 所以俄羅斯就說 繞國際水道 這個我同意 所以俄羅斯其實也是蠻奸詐 就是說國際水道 我也沒有多比你這個美國 或其他國家做得更多 主要就是在這個時候 顯示說中俄結盟 從中國那邊得到利益 但是對中國來講 他現在就認為說 這個美國說要挺臺 然後又這個各個方面 在支持臺灣 支持日本 我這個中國也不能坐以待斃 所以什麼轟六 這種有核武能力的飛機 現在是這個在臺灣附近 滋老的主力 這種轟炸機 其實就是長程對付軍艦的 主力的機種 因為他可以發射長程的飛彈 所以雙方其實就是高來高去 但是對臺灣來講 還是美國具體的支持 越來越明確 這個是最有用的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談的是 這一位范老師 每天對話的老朋友 華春瑩 他是中國外交部的發言人 現在生官 生什麼 生外交部部長助理 主管新聞禮賓以及翻譯的工作 因為他曾經有講過 然後你說你們戰狼外交惹來 大家都不高興 他講的是做戰狼又合法 為了國家的尊嚴 換句話說他很可能因為戰狼外交而升官的 來我們來看 表現優異 夠戰狼 而且是女戰狼 所以說讓他這個高升到這個部長助理 部長助理就等於是部長身邊的最重要的秘書了 對 雖然還不算是副部長 但是等於算是部長 部長小一點點 小一點點 對 那這個我覺得說 中國這個戰狼再下去 其實只是引發各國 所以他還是在鼓舞戰狼 還是鼓舞戰狼 這個這個這個絕對是 絕對是 但是中國就是因為這樣的戰狼 才引發世界各國對他的一個不滿 而且現在天下為中 所以說就繼續戰狼下去吧 我覺得這只是讓中國的外交越走越窄 那以後我看不到華春瑩 他不會輕易出現 我們只能夠不斷的在夢中還懷念 希望不要做噩夢 你不會做噩夢嗎 對 來 那這個是香港